当你看到这眼睛水汪汪,造型可爱的猫头鹰,一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猫头鹰因为咒服夜初,一般人很难见到。 为唤起国人对本土猫头鹰的保育观念, 陶一家陈一曲创作出九种与猫头鹰一样大小的拟针板, 也因此赢得了2011年台湾优良工艺品造型奖。 陈一曲与丈夫陈明玉原是在国小担任美术老师, 为了要开拓更大的创作空间,因此全心投入生态艺术。 各种动物在他们的桥手下有了新的生命。 选择以猫头鹰为创作主题, 是因为陈一曲认为猫头鹰虽然常在故事当中出现, 但多数人却从没有亲眼见过。 所以夫妇两人到处搜集资料, 越了解也越发现猫头鹰的迷人之处。 他们与朋友将陶一与摄影、声音结合, 不但还原了台湾九种特有猫头鹰的面貌, 还意外成了台湾生态的特色招牌。 除了自己创作,教小朋友陶逸, 也是生态教学计划当中的一部分。 其实教小朋友有点, 不是我们教他,他们也教我们, 就是教学相长, 因为他们都有很多的创意, 所以其实我教他们基本型, 然后他从里面也可以给我很多idea, 所以我觉得教小朋友很快乐, 因为变化非常的多。 得奖是肯定, 却也是挑战的开始。 夫妇两计划将作品带到各地校园内, 推广生态教育, 让大家不但能够揭开猫头鹰的神秘面纱, 更可借此机会发掘保护台湾生态之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